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香港的疫情持续在井喷当中 而第五波的疫情至今 除了单日新增确诊数据 在不断地攀升 刷新着新记录之外 香港的物资供应稳定 面临着多重的压力还有挑战 内地的公港物资 铁路货运的首办列车 在今天也已经正式开通 在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为您详细来分析 首先还是来关注 在今天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在今天 内地股市出现了一个 地位震荡的情形 而户指表现相对来说好一些 尾盘回到了平盘附近作收 所以看到了小幅下跌 达到了0.13% 那深圳市场相对来说 维持在一个低位进行盘整 深城值收报在了13346点 而跌幅达到了1.05% 香港的市场 我们可以关注到避险的情绪 还是在持续的升温当中 所以今天香港恒生指数 大幅地下挫超过了400点 收盘的时候 报在22343点 而跌幅也已经达到了1.84% 整体来看 亚太区内其他股市 也出现了一个表现分化的情况 台湾股市在今天 是低开低走的加权指数 中场下跌达到了0.17% 我们再来看亚太区其他一些股市 在今天的表现情况如何 日本股市是结束了 连续三天的这样一个升幅 日经指数盘中最多下挫超过了500点 所以中场的时候收报在26393点 跌幅达到了1.68% 而韩国股市则今天出现了 一个走高的情况 首尔综合指数收盘上升幅度 达到了0.16% 而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 在经历了前一天的动荡之后 目前还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反弹 上升幅度达到了0.6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 今天在出席国新办的记者会时候 特别表示 不希望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是过于的剧烈 那么 郭树清就指出了 过去一年当中的金融领域的风险 是持续得到了控制的 宏观的杠杆率出现下降 大约8个百分点 而金融体系内的资产扩张 恢复到了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当中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状况趋于改善 房地产泡沫化 金融化的势头 也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扭转 同时 他还强调 虽然说房地产市场的调整 对于化解金融风险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不希望调整过于的剧烈 那针对今年的经济下行压力 郭树清还指出政策上 需要采取有利的措施 希望银行和保险业能够更有 针对性地支持扩大消费 扩大投资 而我们也关注到内地则是 再有城市开始松绑楼市的 调控措施 郑州市就已经宣布 对拥有一套住房 并且已经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 在改善居住条件这样一个环境之下 可以再次申请贷款 购买普通的商品住房 而通知也指出了 在支持合理住房需求等五个方面 一共推出了十多项的措施 包括引导当地的金融机构 加大个人住房的按揭贷款投放 下调住房贷款的利率等等 分析还认为说 新的政策出台之后 郑州首套房的认定标准 就会从认房又认贷 转化为认房不认贷的这样一个情况 也将实质性地降低买房成本 激发改善换房需求的释放 政策也具备示范的效应 不排除压力较大的区域 或者城市会跟进进行微调 全球来关注俄乌的战局 可以说还在加剧着 能源供应的这样一个担忧 而国际能源署在1号已经宣布 将协调释放6000万桶的原油储备 但市场却无视这样的一个行动 油价依旧出现了飙升 伦敦布兰特汽油是继续地上涨 在周三的亚洲交易时段 高见每桶111.09美元 这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 随后是在110美元的上方不断地徘徊 而纽约汽油日内则是 再次上升大约5% 在每桶108美元的上方游走 分析师就指出了 国际能源署释放出的这个储备总量 相当于不到全球一天的石油消费量 行动并不足以来明补日益严重的 供应问题反而会加强市场的担忧 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一块来了解一下 俄罗斯股市崩盘后热爱冒险的 韩国散户向一支俄罗斯ETF 投入了创世纪的资金 这令这家ETF运营商 和韩国交易所今天发出预警 数据显示 韩国散户在上周五对这支 俄罗斯ETF的买入量 飙升至180亿韩元 较此前一周增长了将近900倍 上周韩国短线交易员 实现了240亿韩元的净买入 为历史最高 韩国交易所要求投资者保持警惕 并表示上周五 该ETF的净资产价值 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值 大于12% 可能会使得投资者面临严重损失 而另一支两倍杠杆做多的 俄罗斯ETF RUSL 已经宣布清盘 日本企业面向2023毕业生的 招聘会周二解禁 硬件生求职活动全面启动 疫情进入第三年 日媒观察到 与企业减少录用的去年不同 多数观点认为 今年将迎来学生占优势的 卖方市场 招聘会主办方称 今年约有250家企业参会 将近三成认为 本届毕业生录用将比上年增多 公司招聘意愿明显复苏 2021年泰国对俄乌两国出口总值 合计为367亿株 巴蒂亚是俄罗斯游客 最喜欢的旅游景点之一 疫情期间 来泰俄罗斯游客每年达150万人 属于在泰逗留时间长 消费能力强的游客群体 近日俄乌冲突升级 引发泰国财政部和商界密切关注 当局认为西方国家联合对俄经济制裁 会影响泰国对俄出口外 还波及到该国游客赴泰旅游 预计此次危机将对泰国的 对GDP造成0.4%的损失 香港面临着疫情爆发以来 最为严重的一次挑战了 截至到2号的0.7 则55353宗的新冠肺炎确诊割案 确诊的数据居高不下 如何控制疫情的传播 同时保障香港物资稳定供应 这是当务之急 替水录之后 在今天内地公港物资铁路 货运班列也正式开通 所以在下一节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 香港立法会议员颜刚 一块来详细解读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香港第五波的疫情来势汹汹 可以说持续延距 多区纷纷出现了抢购潮 除了陆路运输 以及上个月开航的海上航线 内地公港物资铁路货运的 首班列车在今天也正式开通 公港物资运作将会进一步 有所加强 先来了解一下 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续严峻 跨境司机接连确诊 屠宰场也爆发疫情 内地公港生鲜产品 受到严重影响 民众恐慌情绪高涨 抢梁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全港迅速蔓延 为进一步减轻 深港陆路口岸运输压力 香港特区政府 快速与广东省政府 和深圳市政府开展沟通合作 拓展不同运输途径 确保内地公港鲜活食物 蔬菜和其他物资供应稳定 2月19号凌晨 运载着200箱菜新的 珠船901号 由广东攀于莲花山港口出发 停靠香港油麻地公共码头 这是首批应急公港蔬菜 经水路运之香港 2月21号 内地公港物资海上航线 进一步完善 深圳开通大产湾码头 至香港现代货乡码头 马湾码头至屯门内河码头 盐田码头至香港国际集装箱码头 三条定时定点博船专用航线 确保每日至少3000标箱 公港生产生活物资处理能力 港府最新数据显示 单是3月1号一天 内地公港蔬菜2561吨 为去年平均每日 内地蔬菜供应量的9成左右 水果 冰鲜 冷冻肉等品种 也供应充足 此外 还有数据显示 近期深圳日均公港蔬菜2000多吨 活猪2800多只 水果400多吨 鲜冰肉300多吨 乳制品60多吨 仅深圳一地保供的民生必需品 就达到香港市场的约80% 而就在今天 内地公港物资运输拓展到铁路 首班列车在早上9点半 由深圳平湖南国家物流枢纽出发 共有9个货卡 运载防护衣 快速检测包等 防疫抗疫物资 首班列车上午11点半后 抵达香港港铁管理的 罗湖货场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场迎接 并形容这是协助香港抗疫的生命线 深圳海关口岸官员表示 在开通初期 货运列车将以医疗和民生物资为主 每天运行一个班次 单趟45分钟可抵达香港 随着深港铁路的磨合 最多可每天发出6到8趟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香港立法会议员严刚先生 和我们来探讨一下 严刚议员您好 在2月的中情 由于部分的跨境货运司机确诊 而使得每天攻港的生鲜物资 运输是一度受阻 不过很快我们就看到了 有一条新的运输管道出现 生鲜物资通过水路运输来香港 而我们之前在媒体上也注意到 您是第一时间呼吁 要开通水路运输的攻港物资的 那您当时建议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 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作为外向型的经济体 物资供应绝大多数是靠进口的 尤其是民生的生活物资 内地是共港物资的最大来源地 而跨境运输的顺畅与否 是安定香港市民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 香港第五波疫情以来 传统的陆路跨境运输模式 因失机感染的人数不断增加 而导致上个月 自内地供港的新鲜蔬菜等生活物资 没办法及时倒港 一度出现市场上 菜比要贵的倒挂现象 市民的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本身来自于港口界 对于珠三角的水路运输模式比较熟悉 广东省内珠江水系有不少对外开放的口岸 在海关检疫机构及动品设施的配置上 也都相对很完善 在疫情蔓延的环境下 水路舶船运输应该是最佳的可替代的方案 珠三角码头到香港的水路运输时间 多数在半天左右 只要粤港相关的政府机构能够协同的好 就可以将果树类的物质的指定运输口岸 从目前的深圳文景度扩延到水路口岸 从物流的时间和成本上来看 水路口岸是完全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 我二月上旬已经联系了香港的运防局 并在立法会等平台上多次呼吁 要尽快研究共港物资的水路替代方案 目前来看 在两地政府的配合下 开通的多条共港拨传快线服务 和我当时的建议是相吻合的 严议员 那么从2月19号凌晨首批水路通道开通以来 目前运行的状况如何呢 在发运地频次等等方面 是不是有扩容的空间呢 自2月19号 第一条共港蔬菜的水路运输通道 从攀鱼开出来以后 目前招商局集团旗下的中国外运 广东省国之委旗下的 珠江船物等公司 已经陆续开通了广东省内 20多个水路口岸的 紧急远港物资通道 各口岸海关也都非常支持 为共港物资开通绿色通道 允许提前曝光 过道即放行 开通了深圳 妈湾港区到屯门内河码头等 香港港区的博传快线 从深圳西部港区到屯门的运输时间 只需要两个小时 是目前水路寒线中最快捷的 每天现在可以多达7个寒次 由于博传快线在时间和成本上 为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替代方案 那市场上的客户的接受度也非常高 从深圳三个港区开出的 共港博传服务 在首周就处理了共港物资2.8万吨 相当于近4000辆货车的运输量 另外深圳的舌口和赤王港区 也利用了近阳航线密集的优势 实时开通了用班轮大船航线 对共港物资进行捎带的业务 大大增强了运力的供应 可以说目前珠三角港口开通的 越港水路快线 为共港物资的物流保障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预计接下来的几个月 随着更多的客户 熟悉水路的运输模式 预测操作量还将进一步提升 您刚才关心的 未来的运力的保障问题 我想在越港政府的支持下 航运公司在航线的覆盖点位 及航班的平次方面 也会积极地做出调整 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从长远来看 在疫情平稳以后 我认为应当保留 适当的珠三角水路共港的航线 作为陆路运输的有力补充 严议员 那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疫情比较急切的情况 就是目前还没有出现到最高峰 现在的这个物流方式 随时会面临着挑战 那这是不是还有一些新的管道 可以为共港物资的物流保障 发挥一些作用呢 这一块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香港的疫情发展得很快 目前特区抗疫是在和时间赛跑 我们俗话说 火车一响 还金万两 说的就是物流的重要性 现在在香港疫情发展 十分严峻的时期 时间比金钱更宝贵 我们需要动员一切 可以动用的物流资源 来保障香港民生物资的 及时供应 争分夺秒的来抢运看运的 医疗物资和基建的材料 目前水路运输已经逐渐成熟 那通过铁路运送共港物资的方案 也就提上了日程 今天上午 由中国外运和港铁合作开通的 由深圳平湖到香港罗湖的 首条铁路班列 满载18个集装箱 共港物资只用了40分钟 就到达了香港 为共港物资又打通了新的物流通道 我上午也参加了班列的首发仪式 这是12年来 共港物资首次恢复 通过铁路来港 但由于目前香港的罗湖车站 货运功能刚刚启动 站内的物流设施 需要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完善 才能满足接下来更多班列的使用需求 那目前几大的物流管 已经基本满足了 公港物资的供应稳定 不过您觉得在当中 是不是还存在一些短板 有没有进一步改善的可能 或者空间呢 当前阶段 公港物资通过水路 公路和铁路相互补充 应该可以保障民生物资的运输稳定 但是在物流的链条上 我们还要注意已经出现的三个短板 一个是随着水路运输量的快速增加 香港的驳船码头的处理人力 开始出现了瓶颈 比如说近期的屯门内核码头 驳船经常要等驳三天 才能靠岸作业 其他的香港的驳运水位 也都非常紧张 在此 呼吁香港政府 要开放更多的公共水位 优先满足共港物资的砖线 同时 海市处在非常的时期 也应该加快审批 允许大型的驳船 进入公共作业区作业 第二方面 由于目前海运市场 仍然是一厢难求 市场上集砖箱空箱资源 非常短缺 这将导致共港的物资 通过水路或者铁路 来港的砖货时间 会被延迟 尤其是 在博船等博时间 不断上升的情况之下 物流的成本 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 在此建议 港府能够动用 抗疫的特别基金 采购一定数量的集砖箱 贴上固定的 共港物资的装用标识 优惠提供给市场租用 这样可以加快运输的时间 及稳定运输的成本 第三个问题 是物资通过水路和铁路 到港以后 仍然需要香港本地的拖车 从码头或者车站 要提贵到指定的地点 进行卸货 随着本港司机的 感染数量可仍进一步增加 势必也会产生 短程运力紧张的问题 需要加快港口和产战的 处理效率 这样才能稳定香港 本地货车的及时周转 在抗疫的关键阶段 我们需要 集社会各界所能 服务香港所需 齐心协力地 做好香港的后勤保障 相信有祖国 作为坚强的后盾 有中央的权力支持 我们一定能够打赢 这场抗疫战 谢谢 好 今天也特别感谢 严刚议员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分析和解读 谢谢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 再来跟大家一块关注一下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发表了他的任内首场的 国际咨文演说 国情咨文演说 面对着高烧不退的通胀 推出了一系列的所谓措施 然而这些拜登推出的措施 究竟是既是良药 还是饮阵止渴呢 在稍后我们将会和 和财经评论员朱恩辉先生 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在接下来我们一块来 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 在当地时间1号的晚上 是发表了他任内的 首次国情咨文演说 在这一份演说当中 特别强调 面对美国持续高涨的通胀压力 表示政府会继续大力投资 基建和制造业 目标要把供应链 完全地本土化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 请教我们的财经评论员 周文辉先生 主任您看 拜登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了 通胀的严重性 但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 这次美国的通胀 可能更多是成本驱动型的 所以他这两个措施 究竟是对症下药 还是开错药方了呢 其实看这次国情咨文的 一个重大看点 就是拜登在多大程度上 能赢得共和党的支持 其实从2000年以后 国情咨文就变得非常有戏剧性 就是同党的总统发表演讲的时候 同党的议员 就是给他站起来 无掌欢呼 另外一派呢 就基本上做着一言不发 而且还有很多搞笑的事情 比如说特朗普在发表的时候 佩洛西在后面撕他那稿子 然后今天就看到 穿着乌克兰国旗服装的 这些议员们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还有邀请不同的人来参加 表示对他们的某种程度的支持 应该说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至少在表面上 两党都是支持的 所以看到特别一个镜头 都起来给拜登在说 这个话来进行鼓掌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次国庆自卫的重点不在这里 在美国经济 也知道美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现在就是通过膨胀 那拜登就开除了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药方 一个就是要在全流程 美国制造从头到尾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高工资 还要继续高下去 去保障美国工人的利益 如果说我们学过这个经济学的话 就很清楚嘛 美国制造的东西就是又贵 又不是很好用 除了军火之外 那么你都在美国制造的话 那东西价格能够降下来 另外就是现在美国的通胀 已经由原来的需求拉动 供求错配 变成了很重要成本推进 而成本推进当中 很重要又变成第三个 就是工资预期的上涨 预期的改变 所以你现在还有把高工资 放在一个最优先的位置 这就坐实了 大家民调说 拜登管理经济不行 可能也到了国庆咨询以后的民调 那么在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 大家就注定了 拜登恐怕是真的是不行的 嗯 朱先生 我们特别提到了 拜登的这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演讲和措施 但是我们还得关注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因为特别说到了 全球这个高优家 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加不加息 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隐患 那鲍威尔究竟该怎么做呢 因为不加息 解决不了经济问题 一加息 也有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情况 通胀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脱缰之马 接下来鲍威尔究竟应该怎么办 我想呢 现在任领党高通胀 连鲍威尔都说 这个问题很难处理了 而且呢 我们要从通胀经济学的角度看 三个角度都在收紧 把这个通胀往上走 所以这个时候的高油价 就是典型的叫火上标油 他不停地把它 底下一个沸腾的一个锅 再往上抬身 那鲍威尔的角色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美联储它必须展现出一个非常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以处理高通胀为要务 为第一要务 你才能够打消预期 那现在鲍威尔呢就是前瞻后顾 其实从去年4月份通胀上来的时候 鲍威尔就一直判断错误 所以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到底是因为鲍威尔本身的政治投机 还是他没有从事过相应的这种 长期的管理和研究工作 他的功底不够 所造成的他对通胀 美国通胀问题的误判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过头来看 1980年 当时美国也是因为高油价 因为其他一系列因素造成了高通胀 当时就是这个保罗沃尔克 秉着重重的压力 甚至一度把美国的利率提高到20%以上 两年就把通胀给压下来 当然那个代价非常的惨痛 就是美国经济衰退3% 美国的失业率从5点上升到10点6 而且其他的可能有成千上万家的 美国中小企业倒闭 所以在当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下边 都大大制约了鲍威尔 他能够让美联储独立的货币政策 来行事的空间 好 今天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周文辉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